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韩正表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指出 在风险挑战面前 各国应该同舟共济 坚持合作共赢理念 推动世界共同发展 中国将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同各方共享发展红利 韩正指出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面临考验 发展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 只有坚定不移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便利化 切实维护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的韧性和稳定 才能把合作纽带拉紧 把互惠蛋糕做大 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机遇 以更加开放 勇于创新的思维和举措 强化科技创新和共享 共同开辟新领域 创造新模式 培育新增长点 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 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促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韩正表示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多年来 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都保持在30%左右 一个经济稳健前行 更加开放的中国 必将为世界经济注入强大动力 我们愿同世界分享中国持续发展的机遇 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投资中国 深耕中国 赢在中国 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 以连续举办三届 本届峰会主题为 互信与合作 变局中的选择 国际组织 经济机构 外国商协会 和全球贸促机构负责人 以及中外企业代表750余人参会 在2024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上 政商学界嘉宾齐聚一堂 围绕峰会主题议题 共化合作 共商发展 为世界经济复苏发展 凝聚工商共识 贡献工商力量 本届峰会发布了 2024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北京倡议 从全球工商界要加快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维护产业链 供应链稳定畅通 拥抱人工智能变革力量 激发绿色低碳发展动力 打造互利共赢的工商界伙伴关系 等五个方面发出倡议 全球投资峰会已经跟原来的意义 已经不一样了 原来我们是靠出口投资动 现在靠着对外投资拉动 现在中国的对外投资 不光是现投资 而且这个投资的流向 是越来越多的 朝向新制生产力这个方向 所以新制生产力本身的提出 就是对于这个世界来讲 就是一个引领性的作用 而且吹奏了全球生产关系 也朝向新制化 开幕时后 全体会议以打通供应链 打造供应链为议题 呼吁各国工商界 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稳定顺畅 促进全球经济循环 增进各国人民福祉 做出贡献 所以我觉得中国 应该要做一个项目的 要均匀的供应链 和增加中国经济的增长度 所以我觉得中国经济 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们供应链的这样一个 全球的布局 将来一定会推动 产业链的升级换代 推动我们价值链的迈向 中高端迈向更美好的生活 不仅是我们迈向更美好的生活 全世界人民也应该 更加上更美好的生活 另外 峰会还举办了 三场平行论坛 分别以 共享中国式现代化机遇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 汇聚工商界力量 让旧金山愿景成为实景 点燃人工智能引擎 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为一题 展开深入探讨 推动全球工商界 齐心协力 合中共济 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合力破解 阻碍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 结构性难题 为不确定的世界 注入更加确定性 近日中国海警 在南海黄岩岛海域 成功开展了海上救生训练 中国海警穿山舰负责执行此次海上救生训练任务 训练模拟海上有人员落水需要救援 中国海警穿山舰立即启动救生流程 信号员升起信号旗 在确定目标位置后 引导员不断打出旗雨 指示落水者方位距离 传山舰调放出救生艇 组织海警执法员迅速登艇 前往落水者所在区域 救生艇全速前往落水者位置 抵达附近时 救生艇放慢速度 海警执法员向落水者 抛出救生圈和救生绳 并模拟将救生圈套在落水者身上 合力将落水者拉向救生艇 并安全转移到艇上 由于海上落水后有室温风险 执法员随即为被救的落水者盖上保温毯 在接到返回指令后 救援队驾驶救生艇 快速向川山舰靠拢 等候在川山舰的其他海警执法员 合力将救生艇收回母舰 医疗人员将被救的落水者 转移到甲板开阔区域 进行心肺复苏等必要救治 据了解 在黄岩岛海域职守的中国海警 定期开展海上救生训练 结合海上救援时机 不断优化流程 提升救生能力 因为我们海警担负了海上救生的职责 开展海上训练是提高舰指挥员 海上救生组织指挥能力 全舰协同配合能力 快速地响应海上渔船民 意外落水等突发情况的需要 我们会适当地试制 比较显难的科目 进一步提升 海警在税行任务中 应对复杂海矿的能力 在实际的开展海上救生过程当中 确保能够顺利地把落水人救上来 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注册 于13号截止 台湾方面仍然没有收到与会邀请 与此同时 民进党当局称 不让台湾参加世卫大会 将导致所谓国际防疫体系出现缺口 对此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在1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任何打台湾牌 搞以台制华的图谋 只会遭到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 注定以失败告终 民进党自2016年上台以来 拒不承认九二共识 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导致台湾地区参加 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 建此 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 参加今年世卫大会 这一决定 有充分理由和坚实法理依据 既是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 也是为了捍卫联合国大会 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 严肃性和权威性 民进党当局和部分国家声称 不让台参加世卫大会 将导致国际防疫体系出现缺口 并以此为借口鼓噪支持 台有意义的参与世卫组织 这完全是政治谎言 在一个中国原则前提下 中国中央政府对台湾地区 参与全球卫生事务 做出了妥善安排 事实充分说明 中国中央政府在解决台湾同胞 关心的卫生健康问题上 是诚心诚意的 采取的积极措施 也是切实可行的 台湾同胞健康权利 有着充分的保障 汪文斌表示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 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中方做出不同意台湾地区 参加今年世卫大会的决定 得到了国际社会 广泛理解和支持 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没有前途 开历史倒车 绝无出路 任何打台湾牌 搞以台治华的图谋 只会遭到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 注定以失败告终 国台办发言人陈兵华 13号就此回应表示 近期 民进党当局利用国际社会 对全球公共卫生议题的关注 一再操弄台湾地区参与 世卫大会问题 真正目的是 借此凸显所谓主权地位 真实用心是 以为谋独 挑战国际社会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 基本格局 民进党当局的欺骗挑衅行径 早被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识破 必遭挫败 福建方面日前开放 线上申办辅马同城通的渠道 马祖居民在申请之后 可前往福州 狼旗黄旗对台客运码头 便捷零卡 不过台安全部门13号确称 马祖当地相公所协助民众 代办辅马同城通 或涉嫌违反所谓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岛内舆认为民进党当局此举 只会产生反效果 福建5月6号 已开放线上申办 辅马同城通的渠道 马祖居民在申请之后 可前往福州狼旗 黄旗对台客运码头 便捷零卡 也可在上述两个码头 即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 市民卡各直属营业点 线下办理 马祖居民持该卡 可在福州全市范围 享受住房 医疗 教育 交通等各方面便利 台安全部门副主管徐希祥 13号在台立法机构做专案报告时称 已有3000名马祖民众申请辅马同城通 他提出 马祖当地乡公所协助代办的举动 可能涉嫌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相关情资交由台陆委会认定 不过 台陆委会副主委詹志宏日前称 经该部门的所谓规劝 马祖当地已撤销相关代办资讯 没有代办代收的问题 至于民众申请该卡是否涉及所谓的违法 他说有待进一步研议 对此 台湾军事院校退休副教授吴恒宇 13号透过台湾中国时报发表文章指出 马祖已有3000多人申办辅马同城通卡 当地常住人口约6000多人 即已有半数申办此卡 吴恒宇提到 马祖居民与福州已形成密切的往来关系 台方对策不应是谩骂围堵 那只会产生反效果 据台湾媒体报道 为应对解放军大型舰艇台所谓中山科学研究院 已启动快骑专案 研制攻击型无人快艇计划 在明年年底前完成作战测评 2026年进行量产 据台媒报道 台所谓中科院以代号快骑专案 编列8亿元新台币 研制无人攻击艇 日前完成邀商说明会 将公开招标 预定2024年到2025年 建造4艘原型艇 据传 台海军及陆军军队该自杀式无人攻击艇有兴趣 需求量可能达200余艘 另外 台所谓中科院航空研究所曾公布 自行研发的勇武项目遥控把船 导控距离长达60公里 声称有成为无人自杀攻击艇的潜力 台所谓中科院官方网站 在无人把船项目中也指称 系统可配合相关无人水上载具项目 扩充雷达 武器 声纳等模块 以执行近岸防卫 攻击等任务 那么想要进行集群化的使用 它是要依托于陆地上的遥控站 或者说舰艇上的遥控站 对它进行这种信号的发送 那么一旦在相关的区域内 遭到了强烈的电子干扰 那么这个信号联系被切断之后 它就会在海上成为无头的苍蝇 军事专家邵永林也认为 台湾即使有很多的无人舰艇 它可能也没有机会用 台军妄图用群狼战术 以小博大突袭解放军舰艇 这在实际作战中并没有多大意义 它的很多的比如说一些军事设施 它的武器库包括它的机场港口 可能都会成为首波次打击的对象 那你的这些无人艇 有没有机会放出来 对大陆海军的舰艇进行攻击 那我觉得台湾即使说 有很多的无人舰艇 它可能也没有机会用 经费于8亿元新台币的快骑专案 还被台湾网友调侃为油水专案 是个好生意 对于打造所谓反舰利器一说 有网友直言真会吹嘘 民进党施政当成笑话看看就好 舆论指出 民进党当局自上台以来 不断挥霍台湾老百姓辛苦赚来的血汗钱 一意孤行乙武谋独 此举只会加剧台海紧张形势 只会损害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 民进党当局所作所为是自掘坟墓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大牌团拼 本档现实抢购 我是本档大牌团拼 推荐官铁峰 叶黄素是我们眼球当中 黄斑区的重要元素 人体自身无法合成 即使补充叶黄素很重要 本档为您带来的是 大品牌北京同仁堂 叶黄素纸片 吸收率更高 每瓶60粒升级为100粒 每瓶可以吃100天 为了关爱广大中老年朋友的眼睛 节目组决定本档补贴10万元 前500瓶 每瓶补贴200元 原价259元一瓶补贴之后 到手每瓶只要59元 本档买三瓶再送一点 177元足足400粒 每天只要4毛4 本档我们只争取到少量备货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订购吧 上了年纪的人 眼内叶黄素含量是急剧减少 再加上看电视刷手机过度用眼 都急需补充叶黄素 我们这款北京同仁堂叶黄素纸片 吸收率更高 每瓶60粒 升级为100粒 每瓶可以吃100天 为了关爱广大中老年朋友的眼睛 节目组决定 本档补贴10万元 前500瓶 每瓶补贴200元 原价259元一瓶 补贴到手之后 每瓶主要59元 本档还有惊喜 现在买三瓶再送一瓶 177块 足足400粒 可以用13.3个月的用量 每天只要4毛4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跟着我们一起团购吧 我们称种乌龙茶历史悠久 乌龙茶的味道它是比较香 浓 欢迎你来领备成天葱 喝乌龙了 成天葱种植茶叶 最近有300年历史 地底环境是一山半水 气候温暖湿润 会想适应于茶叶的生长 成天葱乌龙茶的面积 在1500毛左右 改种成乌龙茶新名 金光荫 金牡丹都属于 铁光荫为母本 黄荡为副本的材料 我们这个产区 主要是以乌龙茶的品种 来做红茶 它有个明显的优势 汤水比较厚重 香气高 脂肪比较浓郁 受到市场的青睐 采取电商模式 多宣传我们成天葱的乌龙茶 把我们的茶叶销出去 成天真名闯新路 香气悠长乌龙香 成天葱龙茶 一村一品 福农优品 成天乌龙醋好茶 欢迎回到海峡舞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 13号上午召开记者会 提出对蔡英文 过去八年施政的检讨与批评 国民党团指出 民进党当局在民生经济 司法改革 对外政策 以及对诈骗集团的打击上的表现 都未能满足台湾民众的期待 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 13号召开 蔡英文施政八年总检讨 民生经济全面倒退 平民百姓苦不堪言记者会 国民党籍民代洪孟凯指出 蔡英文的施政 使得经济全面倒退 他批评民进党当局 在司法改革上的失败 指出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调查显示 司法改革是民众最不满意的领域 他还提到 民进党当局推动废除死刑的政策 与民意背道而驰 并且对于可能的所谓特赦 陈水扁提出质疑 最后除了司法改革不满意 有高达54.6%以外 第二个就是拼经济 这也是我们今天讲 民生经济全面倒退 全民苦不堪言最主要的原因 拼经济的不满意 有将近一半 国民党籍民代徐宇珍 则从经济角度出发 提到制造业跌迷 传统产业和服务业的负增长 以及薪资成长率 无法跟上通胀速度 多数的行业还是一片七股 以内需为主的服务业 更是教徒连天 过去三年 台湾的通膨非常严重 消费者物价指出CPI 2022年 2023年的年增率都超过2% 今年更因为电价上涨 预估也会超过2% 徐宇珍指出 这些问题导致了 岛内低新化和不婚不生的社会现象 加剧了贫富差距 让台湾M型化更严重 岛内最新民调显示 高达46%的受访民众 对蔡英文八年来的施政表现不满 其中最不满意的三项 分别为司法改革 经济发展及两岸关系 被台媒形容为 它留给继任者赖清德的 三大烫手山芋 台湾联合报今天的社论 从两岸关系的面向 直指蔡英文的八年 让两岸关系陷入近年最危险的状态 让磨合30多年的两岸人民情感陷入敌意螺旋 让外媒把台湾地区形容为世界最危险的地方 岛内各界认为 蔡英文这八年台湾经济差 与其所谓反中抗中关系密切 今年1月 台湾地区选举结束后 蔡英文当局在处理两岸事务时变本加厉 频频挑衅 214台湾海巡船在夏津海域追逐大陆渔船 导致两位渔民死亡的事件 民进党当局出于所谓逢中必反的畸形思维 拒不认错 严重伤害了两岸同胞感情 升高两岸紧张局势 在两岸旅游方面 民进党当局完全不顾岛内旅游业界的利益 强行要求旅行社暂停组织赴大陆的旅行团 重创台湾旅游业 台湾中国时报的社论指出 蔡英文任内两岸关系本质已经改变 回不到马英九时期的大交流 大合作 大发展阶段 如今蔡英文将卸任 但其任内的安全团队强势转岗 留任到了赖清德团队 留下一堆拆不完的隐患 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上了年纪的人 眼内叶黄素含量是极具减少 再加上看电视 刷手机 过度用眼都急需补充叶黄素 我们这款北京同仁堂叶黄素纸片 吸收率更高 每瓶60粒升级为100粒 每瓶可以吃100天 为了关爱广大中老年朋友的眼睛 节目组决定 本档补贴10万元 前500平每瓶补贴200元 原价259元一瓶 补贴到手之后 每瓶主要59元 本档还有惊喜 现在买三瓶再送一瓶 177块 足足400粒 可以用13.3个月的用量 每天只要4毛4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跟着我们一起团购吧 叶黄素 也被称为植物黄体素 人体无法自主合成叶黄素 因此需要额外补充 本档为您推荐的北京同仁堂叶黄素纸片 每瓶60粒升级为100粒 每瓶可以吃100天 为了关爱广大中老年朋友的眼睛 节目组决定本档补贴10万元 前500平 每瓶补贴200元 原价259元一瓶 补贴到手之后 每瓶只要59元 本档买三瓶再送一瓶 177元 足足400粒 可以用13.3个月 每天只要4毛4 本档备货即将收完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跟着我一起团购吧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 并级直播的海峡五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针对邀台湾地区准领导人赖清德 就职后做报告等案 台湾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13号 召集各党团进行协商 不过讨论超过两个半小时 仍无结论 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 13号下午召集各党团协商 讨论国民党团与台湾民众党团提案 邀请赖清德到台立法机构进行报告 会中包括国民党团总召傅昆奇 民进党团总召柯建明 台湾民众党团总召黄国昌 均表达赞同邀请赖清德做报告 但三党对于邀请的时间 以及问答的方式没有共识 既然可以统问统答 我们希望听到的是真切的答案 立法委员在这边绝对不会无地放食 时间上先由卓龙泰率内阁 在三党都发表完意见后 民进党籍明代中嘉宾以见证者身份到场 是在场唯一一位听过台湾地区领导人 报告的明代 希望能当场描述 不过遭到蓝白阵营的拒绝 报道称 当天的会议进行超过两个半小时 历经两次休息 仍无结论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很多人体检才发现血脂高了 能不能找到一个植物的方法呢 我们用了五年的时间 研发了真通机 真通机采用三西 单参 银杏叶 黄芪 葛根 玉竹 鱼甘子 七位植物 先后进行了动物实验 人体实验 安全性评价等多项实验检测 功能成分明确 可以帮助降低血脂指标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跟通敌全是植物原料 我很自豪 鞋子高 我们有了植物的方法 我们的方法是国家发明专利 真通机牌三西单参 黄芪胶囊 体验只要9块9 整整60粒 包邮到家 不满意 能退货 鞋子高 早重视 鞋子降一降 血流更通畅 真通机七种植物 降血脂发明专利 老胡老 以及人之老 弘扬 敬老爱老 新风赏 鞋子高 早重视 不管多少年 试试真通机 真通机牌三西单参黄芪胶囊 采用七种植物原料 功能成分明确 帮助降低血脂指标 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 为了让大家受益 也让儿女放心 真通机推出体验活动 体验只要9块9 9块9 9块9 整整60粒 先体验 再决定 9块9 包邮吗 不但包邮 不满意 还能退 你们年轻人都明白 也欢迎你们监督 真通机 七种植物 国家发明专利 体验只要9块9 整整60粒 包邮到家 血脂高 早重去 血脂降一降 血流更通胎 真通机 七种植物 降血脂发明专利 玉枝林药液 尊老为德 敬老为善 很多人体检才发现 血脂高了 能不能找到一个 植物的方法呢 我们用了五年的时间 研发了真通机 真通机采用三溪 单参 银杏叶 黄芪 葛根 玉竹 鱼甘子 七位植物 先后进行了动物实验 人体实验 安全性评价等 多项实验检测 功能成分明确 可以帮助降低血脂指标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根通机 全是植物原料 我很自豪 鞋子高 我们有了植物的方法 我们的方法是 国家发明专利 真通机派 三溪单身 黄芪胶囊 体验只要9块9 整整60例包邮到家 不满意 能退货 血脂高 早重视 血脂降一降 血流更通常 真通机 七种植物 降血脂 发明专利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 海峡卫视 并级直播的海峡舞报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通过一组简讯 快速了解一下 国际方面的消息 据新加坡总理府网站消息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13号到总统府 向总统尚达曼 递交他和整个政府的辞呈 尚达曼接受了 总理李显龙和政府的辞呈 辞呈将于15号生效 后任总理黄巡才 已接受总统邀请 组建政府 将率领新内阁 在同一天宣誓就职 现年72岁的李显龙 上世纪80年代步入政坛 曾担任新加坡国防部 第二部长 贸易与工业部长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等职 2004年8月 就任新加坡总理连任至今 去年11月 李显龙在人民行动党大会上 宣布将交棒给黄巡才 据巴勒斯坦当地多家媒体 和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的消息 当地时间13号 一辆联合国车辆 在拉法口岸加沙地带 一侧附近区域遭到枪击 驾车的巴勒斯坦籍司机死亡 车上一名联合国工作人员重伤 目前暂不清楚 袭击是由乙军 还是加沙地带武装组织发动的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通过发言人办公室发表声明 谴责所有针对联合国人员的袭击 并呼吁进行全面调查 以色列军方13号发布战况通报说 乙军战机过去一天 对加沙地带120多个目标实施空袭 乙军地面部队 在加沙地带北部和南部 继续开展军事行动 联合国进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13号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 受以色列政府持续发布强制疏散令的影响 在过去一周 大约有36万巴勒斯坦人逃离拉法 韩国第二大在野党祖国革新党党首曹国 13号登上韩日争议岛屿独岛 日本政府对此提出抗议 日本外务省13号晚些时候 向韩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称日方对曹国登岛行为绝不接受 要求不再出现类似行为 独岛日本称主岛 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 面积约0.18平方公里 韩国 朝鲜 日本都宣称对该岛拥有主权 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 韩日经常就这一争议岛屿发生外交争端 好 今天的海峡五报到这就结束了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 请您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 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保护生物多样性